新北市于108年或交通部核定打造了全国第一个将智慧自动驾驶电动巴士来导入了公共运输系统接驳的第一期测试营运计划 而新北市交通局办理了新北淡海自驾电动巴士循环多车服务测试营运计划的第二期 在上个月绝标将与淡海轻轨营运方式以及交通部办理淡海新市镇智智慧交通场域试验研究计划设备整合 预计明年112年第一季上路测试 新北市于108年或交通部核定两年期打造全国第一个将智慧自动驾驶电动巴士 导入公共运输系统接驳的第一期测试运行计划 新北市交通局办理新北市淡海自驾电动巴士环线多车服务测试运行计划 第二期在上个月绝标将与淡海轻轨营运方式 以及交通部办理淡海新市镇智智慧交通场域试验研究计划设备整合 预计明年第一季上路测试 淡海自驾电8的测试运行计划的决标 那是由秦威公司来得标 那在过去一起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两个站点 以及单车的方式来做接驳 那本次决标的二期的部分的话 它将会采多车以及多个站点的方式来做一个营运的服务 那长度也将增加成2.8公里 那预计是明年第一季的时候我们会再上线测试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测试路线长度约2.8公里 规划采用两条不同的路线 以环状绕行的方式 于轻轨坎顶站经过美丽星广场 海洋都新社区 以及轻轨淡海新市镇站 进行接驳载客服务 沿途也将测试自驾巴士多车更新 以及路线合并技术 而过去第一期 自驾电动巴士测试计划为初期测试 以单车测试运行 于两个点间提供自驾电动巴士的接驳服务 总计载客人数达到15462人次 行驶里程约6768公里 准点率达到96.5% 民众搭乘满意度更高达92% 一期的那个自驾电巴的部分的话 总载客的人数的话 是达15000多人次 那民众的搭乘满意度 其实也高达92% 那本次为什么要做一个 二期的测试计划呢 主要就是希望在一个安全的前提之下 我们是用多车联动跟多站点 扩大服务的方式 来做一个测试运行 那也可以作为我们 就是未来发展那个智慧 运输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第二期的测试计划 将以安全为前提之下 朝向多车联动多站点 扩大服务与提升驾驶行驶车速 等方向运行测试 也作为未来发展新一代的 智慧运输服务的重要基础 运用人工智慧大数据 云端运算以及行动通讯等技术 提升安全与效率 延续第一期的单车测试成果 推动二期多车联动测试计划 持续的建构人本安全 而且符合净零碳排的目标 达到新一代的运输服务 记者许端一旦水采访报道